3299的iPhone 12 Pro Max到底有什么猫腻 还有什么优缺点 今天一个视频告诉你 iPhone 12 Pro Max 但于20年9月 也是苹果收款5G旗舰机型 其强悍性能优势的用户体验 使得在两年后期间 依旧拥有不少留存用户 屏幕方面 12 Pro Max拥有一块6.7寸的 超视网膜XDR显示屏 在观看视频的时候 大屏幕所带来体验 更加全净感也要更强 像头方面 12 Pro Max配备旗舰标准的 主场广三摄组合 并且在这代加入激光雷达 使得在不同焦转范围内 都能精准快速对焦 不仅如此而为了更好的视频效果 除了搭载独家拥有的 位移式传感器防抖功能 在拍摄动态视频时 成片更加稳定 成片率也更高 至于性能上 12 Pro Max搭载A14仿生注意性 A14的性能 我想也不用多说了 每一代iPhone的新芯片 都处于一种性能过剩的状态 尽管A14已经发布两年之久了 但应对目前绝大数主流的APP 两年是绰绰有余 而且3687毫安时大容量电池 还支持Maxim磁吸无线充电 不仅创造充电功能多样性 也能保证12 Pro Max 能满足一天一通的优良表现 目前这批同好大哥 拿来12 Pro Max 128G 拿回价大概是3150左右 而小听说的话 只加150只需3299 能收一台旗舰款12 Pro Max 那么如果是你 因为选择这台两年前的 苹果大品旗舰吗